香港電影,我撐牆 香港電影,我撐牆 如果點五播給你有五百萬或一千萬去拍 你是不是還這樣拍呢? 當然不是 有錢就會用有錢的方法去做 沒有錢就要用沒有錢的方法去做 但沒有錢的方法去做 其實是剛才澤哥那個會逼到一些東西 有限制 其實某程度是你會逼到創意出來 但是很痛苦 關於閃路頂那一段 他結尾有一場戲 那些血就用電腦畫得相當差 那觀眾就問 是專門還是什麼 我也很感激他 他會想是專門 如果我夠錢 我當然是想做一些 但是我想問你 你寧願我夠錢做那個血 不過整部電影不夠錢拍 正反正是整部電影拍到 但是 就 對 有一點點 對 電影還挺得了 因為他 起碼九十分鐘 你拿著一塊東西 打折在床上九十分鐘 都相當痛苦 雖然我老婆這樣看 一十幾集韓劇 我也知道 但是 不是每個人那麼強橫 所以 荷里活佬 他就是聰明 他們現在拍的東西 都很少是沒有一些很強勁的影像 或者聲音 他可能也是在對抗 就是 那個鏡頭的大小 就是我要這麼大才能看得好看的東西 去針對著鏡頭的大小 來打回那些小屏幕 所以 可能你比較 劇情化一些劇器 他都會留在家裡看 其實我的目標是 很希望我都在有生之年 可以把我畢業作品的 編造一條長片 但是 裡面的題材是非常敏感的 沒有可能合拍到 你有多敏感 中國太空人上火星做假 這個很可能有一天是紀錄片來的 兩位都在場的時候 陳基敏 兩位會不會考慮合作呢 我很想 不要害他 你真的很想 我很想和阿杜監製 你千萬不要 你大把前途 我差不多了 你大把前途 千萬不要像這些東西 對,真的